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肆 快来人哪 给我将这品香速速撇下寒奸 永世不得冲散天天 陛下 一人做事一人当 这件事是我一个人决定的 与我娘子无关 嗯 你说什么 相公 你到底在瞎说什么呀 老家就罚我一个人吧 可是 品香没有什么可事不可事 相公 你 你就想丢下我一个人 都不要说了 你们两个谁也不想跑 带着欧武 不好了啊 哎呦 陛下不好了呀 何是惊慌呀 启禀玉帝 那毁灭新军在东海之下蠢蠢欲动 好像 好像就要冲破压制他们封印了 众仙家有没有什么玉笛良策呀 谁敢去玉帝 这就是神仙 玉帝 我和品香虽说地位卑微 但跟随佛祖多年 我们愿意去降服魔君 看来还是佛祖那里培养的人才 觉悟高呀 只为品香 念你们二人本心为善 我就改罚你们二人变回原形 化作一对神针铁 镇守那妖怪三千年 待那妖怪完全消弭之时 再还你们自由之身重返先般 是啊是啊 三千年对我们神仙来说只是弹指一挥间而已 到时候你们夫妇自可重聚 还不快 谢谢玉帝 相公 娘子 你要等着我 只为震住了妖怪头部 位置就在东正神州奥莱国海滨 品香震住了妖怪的尾部 就在东海的海底 听话的不管用 管用的不听话呀 这天要热死人了 这天要热死人了 大师兄去哪摸鱼了 走了大半天 连个茶叶蛋毛都没看见 师父 你说咱们的速度是不是也太慢了点啊 照这个速度 我们猴子年马月才能到天竺啊 阿弥陀佛 八戒 猴年早就过了 马月也指望不上了 你说的正是为师一直以来的顾虑 师 师父 你们几个都 都骑在马背上 走着快才怪啊 我们骑马背上 人白龙马还没说什么呢 什么时候轮到你给他出头啊 就是 再说了 你有什么好委屈的 猴哥的金箍棒还有我的大耙子 又没让你藏着 这不都在我们肩膀上的吗 可是 白 白龙马 也是 我 我在扛着 哟 怎么突然停了 师父 师父 实在是走 走不动了 你瞧你 白长成这副体格 我们几个还没有怎么样 你倒累得气喘吁吁的 师父 有句话 憋在心里很久了 不知道 现在说出来 好不好 沙老三 有话就说嘛 师父 我做了你的徒弟这么久 当过牛 做过马 卖过意 要过饭 天冷了我是电风扇 天冷了我是茶叶蛋 有蚊子我是屈蚊子 不挖着我是天和蚊 遇到妖怪我冲向前 只有吃饭的时候我靠边站 请问 在天冷的时候 你为什么是茶叶蛋了呢 师父要求我们说话要押韵 我想不起别的了 总之 我千辛万苦的就是想让大家能够取来真金啊 师父 师兄 我说完了 师父 沙士帝大概是受什么刺激了吧 不会的 他已经皈依佛门 有信仰的人不会这么轻易地就受刺激的 经过为师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详细的科学分析 为师觉得他是累的 啊 师父看问题就是有高度 有深度 有独到的见解 可是 师父 拖着你们几个人 我 我实在有点力不从心了 师父 我真的很想休息一下 阿弥陀佛 沙老三 我们每前进一小步 就离天竺进了一大步 而师父说的总是那么富有哲理啊 我 为什么总是这么命苦啊 天啊 天啊 家 我的命 好苦 有哲理就牛了 我说过多少遍 我就看不惯你们欺负沙老三 阿弥陀佛 悟空 你误会为师了 我们没有欺负沙老三呢 对啊 我们根本就没有 丹师兄 你找他吃的呢 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哼 吃吃吃 盘头西瓜你都吃腻了吧 今天要不要换点口味 吃点棒子板栗啊 丹师兄 其实师父他们也没有怎么欺负我 你让开 傻师弟他哪儿得罪你们的 尤其是你这只老猪 凭着牙尖嘴利 没事就扯淡 扯来扯去烦不烦呢 你信不信我 也怪你把你打回高老庄去 哦 真的啊 我看你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皮痒痒是吧 师父 你快看啊 这臭猴子以打抱不平当借口 其实是要拆散我们取经队伍 阿弥陀佛 悟空啊 稍安勿躁 你且听为师简单的说两句 师父 我错了 我不打那死猪就是了 求您千万别简单说来 我宁和您用紧箍咒 师父 求你了 徒儿错了 徒儿 你们几个听为师的简单说两句 你说 咱长这么大容易吗 打在娘胎里就随时有可能流产 长慢了心脏缺损 长快了就溜着 这都躲过去了吧 小儿麻痹百日刻心红热脑膜炎还在前面等着呢 哭起来呛奶 走起来摔跤 走在前头挨闷棍 走在后头全没份 这也叫活着 所以 为师一直希望你们要珍惜 要珍惜呀 好了 我看天色也不早了 今天咱们就在这儿过夜吧 今晚安排一个人值班 小心 不要在这荒郊野外的丢了行李 为师一直都是最公平的 既然如此 你们几个自愿值班 不愿意的就找地方坐 呦 傻老三呢 你总是让为师感动啊 从加入取经开始 你就每天晚上抢着值班 今天还是你抢着值 这真叫为师为难啊 是 是 是 阿弥陀佛 为师就医你了 对对对 就医师父 师弟 你好好值班吧 天哪 为什么老天这么不高平 让天下的雷披露我吧 傻老三 这个几乎棒实在是太沉了 放在耳朵里很容易发言呢 麻烦今晚你也帮我看一下 哎 这可是宝贝 千万不要让他干你哟 多谢多谢 可 可是 这也太重了 阿弥陀佛 吹灯 卖火柴 谁来买我的火柴 大叔 你买火柴吗 明天就是新年了 你也不回家吗 家 你 你是谁啊 不是妖怪吧 你想干什么 深今半夜 你这是要干什么 大叔 咱们玩火柴玩吧 孩子 白天玩火 晚上尿床啊 啊 好温暖哦 大叔 您看 这就是火鸡 火鸡 我们这个地方过年 通常都是吃饺子或者年糕 您看 奶奶 是你吗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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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火柴一熄灭 您就会不见了 请您也带我走吧 奶奶 奶奶 我 我也走 奶奶 好 杀死你 呃 连次都没有人家死得好看 八戒 你看沙老三他怎么了 哦 杀死你撬辫子了 呃 呆子 你鬼叫什么 呵呵 沙老三的魂被妖怪勾飞了 好像不是妖怪啊 倒像是被一个外国美媚带走了 悟空啊 那你怎么不赶紧把他给我追回来呀 听说 纯洁的灵魂比光还快 今天俺老三算是领教导了 那个家伙 反正留着也没有什么用 倒也少了一个人 跟我们抢饭吃啊 猴哥 呆子 沙老三走了以后谁挑行李 谁值班 谁给你背黑锅啊 啊 啊 猴哥 猴哥 你看想想办法 救救沙老三不 呆 原来最没人性的是你 嗯 阿弥陀佛 好了好了 你们别瞎扯了 悟空啊 这可如何是好啊 鬼儿都不知道飞哪里去了 恐怕不好救啊 你不是齐天大圣吗 这点小事都搞不定 搞不定 有什么搞不定的 沙老孙五百年前 小白 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刚才你那二徒弟像杀猪一样叫得那么难听 谁还睡得着啊 你 我说 大师兄不是闹过天宫吗 他和天上的神仙那么熟 一定知道谁有办法可以把沙老三救活 哦 为师想到了 呃 悟空啊 我说你不是闹过天宫吗 和天上神仙这么熟 一定知道哪个神仙有办法可以把沙老三救活吧 嗯 啊 高 实在是高 果然就是师父 看问题高瞻援助啊 这个办法实在太高明了 我对师父的情仰实在滔滔降水 哎呀 如果你再敢说半个字 我就一棍子把你打到威地马拉去 嗯 你说什么马 跟你没关系 就是很远的意思 嗯 悟空啊 我看就辛苦你跑一趟吧 师父 俺老孙这就上天去找药 你们在这里保护沙老三的肉身 可千万别臭了 我呗 悟空啊 一定要记住 要找正规厂家生产的药啊 假药害人呐 哎呀 阿弥陀佛 老君 老君 哦 原来这老头不在 这是让人返老还童的 哦 这个应该是毒药 啊 啊 佛光舍利子 复活补喜家疗生 经济实惠量又足 是三界人士修炼闯关的必备之物 嘿 就是他了 哎 师父老三怎么活过来了 阿弥陀佛 幸亏我还有一点点急救常识 你走了以后我们可没闲着 哦 你怎么谈 要说这急救常识可难不倒我 你走了以后我先是给沙老三做了个心肺故俗 然后紧接着就开始人工呼吸 悬串 悬丝枕脉 静脉注射 足底按摩 最后我看时间比较充裕 还顺便帮他做了个牙齿角形 还洗了个牙 哦 好复杂呀 是啊 可是师父 他在那边为什么拖啊拖啊的 愿人工呼吸是我做的呢 我说你刚一离开 沙老三的魂就自己回来了 说那个小姑娘和他奶奶要带他上天堂 结果都是西餐他吃不惯呢 就自个跑回来了 好了好了 大家支撑这么久了 明早还要赶路呢 现在已经没事了啊 都快点睡觉吧 那我这个药现在不用就过期了 哎呦 这过期药可要不得呀 像当年我在东土大唐当和尚的时候 我们庙隔壁的王婶 就是因为吃了过期的药 连命都没了 她得了什么病啊 阿弥陀佛 应该是狡气 善哉善哉 不管怎么说 我看这药还是扔了算了 哎 这可不能扔 这就是传说中能够起死回生的神药 说不定这药可以让我法力大增 变成帅哥也说不定啊 你想什么呢 大老远弄来不用怪可惜的 我一定得试试 说不定那效果比韩国整容还管用啊 你你给我放下 那不是整容大 哎 哎 哎 曹玛 现在都睡了 你满意了 阿弥陀佛 大家都睡吧 明天我们继续赶路 吹灯 摇头摆尾 踏山烈石 哈哈 破银 嘿嘿嘿 梦幻西游 人人都玩 不玩才怪呢 哈哈哈哈 我我倒 我闪 看我的无敌牛尸 哈哈哈哈 哎 谁啊 不知道老子正在玩梦幻西游吗 什么 真的 消息可靠吗 哈哈哈哈 好 没问题 嘿嘿 老子的机会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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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你们 你们是什么人 嗯 嗯 这里 这里是什么地方 阿弥陀佛 这位女施主莫帕 平僧是从东土大唐前往西天取经的僧人 简称唐僧 这几位都是我的徒弟 虽然长得不怎么样 但都不是坏人 奇怪 这女子看上去不像是妖精 但为何看到她有种莫名的亲切感呢 有有有有有 嗯 这位女施主啊 怪可怜的 你怎么独自一个人在这儿啊 看的老猪啊都快掉眼泪了 有什么需要我老猪帮忙的 你尽管听啊 我们师徒夜宿此地 早上一醒来就看到女施主了 敢问你是何方人士为何出现在此啊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 我不记得我是谁 也不记得怎么会在这里的 老子喊女孩 你们怎么就来了 老牛啊 你就别再跟我大骂回眼了 孙悟空的金箍棒都丢了 你就说想怎么着吧 哎 老子才到手的消息 怎么这么快就被你们知道了 这件事谁不知道啊 你看这条消息 都已经上了新浪微博热门话题榜了 你给我过来 怎么了 我说你这个臭女人 是不是又拿这么重要的消息 去更新你的新浪微博了 当然了 新眼球嘛 我这篇微博转发已经过半了 你平时三八一下也就算了 这种独家新闻怎么能不放到网上去呢 你就不能学学人家白雪公主啊 收拾收拾屋子呀做做饭呀 你铁扇也是公主 人家白雪也是公主 都是公主 咋又差这么多呢 白雪公主 她是谁 不会是你新的想好吧 我说老牛 我们对你们夫妻俩的破事没兴趣 我们关心的是你的消息是真还是假 我们是得到了第一手的可靠线报的 否则也不会发到新浪微博上了 我可是上面的名人 各位消息是真是假 试试就知道了 如果是真的 我们团结在一起 还怕对付不了那个没了棒子的死猴子 所以我倡议从现在开始 咱们就组织一个特别行动组 我就是组长 牛猫王 你当组长凭什么 我们老牛能当组长 当然有理由 说到报仇的决心 那孙猴子与我们仇身似海 说到具体的行动 这孙猴子丢棒子的事情 就是我们先发现的 说到综合实力 在座诸位 比我们老牛聪明的 没我们老牛法力高 比我们老牛法力高的 没我们老牛有魅力 比我们老牛有魅力的 又没我们老牛有文化 比我们老牛有文化的 没我们老牛聪明 啊 我受不了了 好了好了 牛魔王 别的我不管 只要你真能让我们吃上糖蜂肉 我们就同意让你做这个小组长 那你到底有没有什么计划啊 呃 我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你讲个大西瓜呀 哎 金角 你不要总欺负你弟弟啊 他虽然脑子不太好使 但是不代表他没有发言权呢 呃 那我就说了 呃 你讲 我有一句话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藏片哪 我就知道又是这一句 我说你不要打断他好不好 你接着说啊 呃 是这样啊 我有一句话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快讲啊 呃 呃 没了 哎 你到底要说什么 什么当讲不当讲啊 我看人家电视里都是这样的 大家都没了主意 就会有一个最聪明的人站出来说 我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金角用你的方式处理吧 我打 我看这样 就叫银角去试探试探 看看金箍棒是不是真的丢了 就凭他 哎 这种智商流血也是妖界的耻辱 不如让他去试试看 我们组织复仇精英小队 跟着伺机行动 其他人在洞里等我们的消息 你们刚才是在夸我吗 还不夸去 哎呀 哦 师傅你看这荒山野岭的 女施主一个人多不方便 幸亏是碰上了我们 要是万一遇到了强盗 那可就危险了 要不我们先带上他 顺路说不定 可以打听到他的家呢 阿弥陀佛 出家人慈悲为怀 不过 这恐怕又要增加一个人的口粮 那就把沙老三那份云给他 嗯 那就没问题了 你们 我 我昨天晚上还在跟四神抗争啊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此神是国外的 在咱们中国 阎王爷说了算 你 你们 奇怪 这猴子这次 竟然完全没有意见 我说这位女施主 要不你就跟我们一起上路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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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不来晚不来 这个时候来凑什么热闹 今天是什么日子 妖博会嘛 好特别哦 嗯 没听说呀 悟空 快去把他们一个个都抓起来 插他双眼 泼他开水 踩他小尾巴 师父 我们可是出家人啊 阿弥陀佛 差点忘了 那就算了啊 就当为师什么都没说过 呦 罪过 罪过 师父 不要惊慌 大安老孙先去打探一番 呆 你们这些妖怪 竟敢挡按齐天大圣的路 这是谁呀 出来劫道还打着伞 太有才了 不知道 我看上去很有型的样子 大师兄 看来今天有点不太对劲啊 沙老三 你注意看好行李和师父 嗯 怎么 我和行李算一类的吗 我就是答辩天下无敌手 风靡妖魔界十大杰出人训 今年最受欢迎妖界偶像 无敌不败的大魔天尊 是也 偶叶 嗯 谁来做我的对手 啊 你 你还是你 一群鼠辈 废物 呸 沙老三 你看看人家 同样是大胡子 怎么就这么不一样呢 偶像 你们啊 谁来与我大战三百回合 什么大魔天尊 胆齐天大圣 住嘴 悟空 阿弥陀佛 这位大魔施主 平增有礼了 我们只是去西天取经的僧人 并没有什么本事 还望施主借路绕门通过 师父 为何不让阿老孙教训教训他 你个猴子 这次来的妖怪拜明了是个二愣子 你看他 那天真的眼神 无赖的表情 就可以知道他不是来要为师的性命 何必与他计较 可是阿老孙 你别说了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每次降妖 每次不是伤人性命 妄造杀孽不输 还严重耽误了取经的行程 出家人要四大皆空 不要那么看重名利 听为师的 不要理他 我们速速离去 否则耽误了为师上网偷菜的话 哼哼 小心我是用杀手锏 师父你看 大师兄根本不听您的 你看他那拽样 各位观众 嗨 算你很 师父 妥而知错了 哼 还治不了你 这回算你弥出之反 下次再不听为师的 我就直接用复读机 二十四个小时不停的 你 哑 你们唧唧歪歪 说起什么呀 刚才你不是说你是齐天大盛来着 來来来 让我们大干三百回合 荡摩施主 他以前的确是齐天大圣 不过没传说中那么厉害了 都是记者朋友给的面子了 你看他现在尖嘴猴山的呀 怎么能和荡摩天尊宁相比呀 我就说嘛 什么齐天大圣 吓死我了 原来是你小子 气死我已 全老四一棒 救命啊 悟空 你怎么了 我的金箍棒呢 我的金箍棒哪儿去了 金箍棒 不会吧 你不是一直都搁在耳朵里的吗 对了 我昨天好像是给了杀老三的 那是上辈子的事了 我死过一回了 那时候 我只记得来了一个卖火柴的 不记得你的棍子 什么 你 你们看 我没骗你们吧 他真的找不到金箍棒了 真的呀 那还等什么 还不出去干掉他们 你们想怎么样 没了金箍棒还这么嚣张 我看你今天要怎么办 少孙 照看好师父和行李 八戒白龙 我们上 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了吧 这么多妖怪 我看我们还是分行李散伙吧 先别慌 我们一起上 先把这帮妖怪打跑了再说 杀老三 快跑个坑把我埋起来 免得被妖怪发现 孙悟空 我看你这回还往哪里跑 你们 你们 你们这个是谁 我们就是八百里石头岭上的三大王 石头岭 我们好像没有去过这个地方 废话 按照书上写的 你们还得有好几年时间才会到那儿呢 那你们也来了 听说你的金箍棒丢了 现在先来占你们点便宜 不然到时候我们只要挨打的份 想不到这部戏里面竟然还有穿越的情节 你就当死吧 烦死人了 你们有完没完了 还好爱老尊还有这招 小老三 师傅呢 埋 埋了 哎呀 什么 埋了 师傅死了 阿弥陀佛 妖怪们都走了 师傅果然没死 废话 为师这只不过是战略转移而已 你们想分行李 还早呢 咦 这些妖怪怎么都不动了 因为我用定生术 将他们都定住了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正好为师去挨个冲他们几个嘴巴 让他们老要吃我 不要啊 师傅 我这定生术可只能维持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 那还早呢 是一个人一个时辰 现在这么多人平均也就几十秒而已啊 啊 那还等什么 快闪闹 前后都把他们给堵上 这回凶多吉少了 阿弥陀佛 老牛 你到底想怎样 你以为 我是为了要吃你师傅 其实 我是要为我的孩儿报仇 我那苦命的红孩儿啊 我跟铁山公主两个 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哥的 可是 却被你们逮到了观音那里 去做了观音的徒弟 害得我们一家 再无团有之日 我说牛魔王啊 如果你是为了你的孩子 那我可得劝你两句 想当年你的儿子在火云洞 虽然是个带王 可是充其量 也就算是一个农民企业家呀 现在经济危机 个人产业很容易垮掉的 但是他经我们的举荐 到了观音菩萨手下 听说已经成了观音的一级助理 你看看 这份职业多有前途 平常人没有关系 想都别想 你儿子应该说是撞了大运了 少废话 今天我要给我儿子讨个说法 老公 还跟他们啰嗦什么 看我用芭蕉袍电风扇 把他们都吹走 芭蕉袍电风扇 有途中的芭蕉扇 嘿 好气 差一准就把我 微笑中拿着羊高的胡子给吹掉了 嗯 嗯 老牛 快躲开 不会太躲得开 啊 你 你们还我的老公 哼 明明是你自己吹走的 可惜我家娘子还在高老庄等我 不然我倒是可以留下来陪你 人家会看上你吗 还不赶快去追你老公 再不追就来不及了 你们给我等着 阿弥陀佛 今天真倒霉 碰到这么多妖怪 我说咱们快走吧 要不然更多的妖怪就追上来了 怎么回事 这位又是谁 我是百慕魔君 您想怎样 各位观众 这个老头好变态 原来是个暴露狂 暴露你个头 你看清楚了 我身上共有十双眼睛 这第一双专放闪电 这第二双专喷烈火 这第三双专出毒气 这第四双 好了好了 你不用说了 我会自己上谷歌百度一下的 实在没有时间听你的广告了 你以为我是卖眼睛的 我今天来就是要你们性命的 少啰嗦 看我把你的眼睛戳下 你拿什么戳 没有金箍棒 你就别懒得瓷器活 说好用手指的 竟然用脚 太赖皮了 说你这个老妖 哪来这么个规矩 还愣着干什么 快闪了 一会儿妖怪就会越来越多了 师父 果然被你说中了 这是无鸭嘴 阿弥陀佛 这回怕是跑不了了 少老三 快跑坑埋了我呀 且慢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来了 师父 刚才看了微博 担心不妙 特意敢来搭救你们 菩萨 我的金箍棒丢了 悟空 现在没时间说那么多了 先解了眼前的围再说 看你们今天还能往哪里跑 你们没有看到我在这里吗 观音菩萨 今天您就不要再帮他们几个了 我一定要把他们杀 杀 杀什么杀 你们好歹也都是修炼了那么长时间的 妖怪是怎样练成的 上面写的你们都忘了吗 要心平气和 不能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 否则很容易教坏小朋友的 罢了 我今天来 就是给大家提供另外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观音菩萨 你想怎么办 我看今天咱们就不要再用武力解决问题了 不如我们比赛一下脑筋 看看谁的IQ高 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 正好 那就改成妖人挑战赛 师傅 人妖就人妖吧 起码人在前面 妖在后面 咱们不能让妖怪占了便宜啊 阿弥陀佛 有道理 现在我宣布 第一届人妖IQ挑战赛 正式开始 徒弟们 对为师有没有信心呢 为了宫廷起见 我会出五道题目 你们双方抢答 答给的一方会加上相应的分数 五道题过后 哪一方的得分高 哪一方就算胜利 如果你们妖怪族的分数高 那他们几个就任凭你们处置 我不会横加阻拦 但如果唐僧一族分数高 你们在孙悟空找回金箍棒之前 就得放他们一马 菩萨 那唐朝来的和尚 从小到大都一直在念书 简直就是个应试教育的产物 我们这些妖怪 论文化 哪能跟他们比啊 我自有分寸 是你们派我们在半路上 劫杀尸图四人的 到头来还要帮他们 放心 这次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我还在这里呢 你们俩就在一边没来眼去的 你神经病啊 人家是菩萨 好了好了 懒得都给你解释 来来来 我等不及了 菩萨 快出题 我刚才说的规则 你们明白了吗 第一题 第一题 请问 土豆要去跟包子决斗 可是 前面有一条河 它过不去 打一种植物 土豆被荷拦住去路 当然是荷兰豆了 回答正确 加一分 这问题出得有点离谱了吧 请听第二题 后来 这个土豆想办法过了河 还一刀捅死了包子 打一种食品 土豆杀死了包子 当然是洞杀包了 正确 加一分 这 这我怎么会知道呢 第三题 做饭的时候 把饭菜加热 才会闻到香味 但是 有一种东西 冰冻起来 也会有香味 这是什么 这 请问菩萨 我 可以退出吗 我知道 我知道 是电 因为电冰箱嘛 正确 再加一分 现在是第四题 请问 吃生鱼片时通常会使用什么佐料 难道 真的没有速食的问题 可以问一下了吗 当然是酱油和芥末了 正确 加一分 我看不用比了 我们现在已经四比零领先了 他们没有机会了 既然是比赛 不如等问完了这最后一题再说 那好那好 就让他们输个心服口服 最后一题银角 你来 请听第五题 千万 不要再问荤菜的了 请问 唐僧的脚心有几颗质 啊 轮到我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问题 我的脚心 好像没有质的 你终于答对了一题 现在五题都已经回答完了 四比一 我们赢了 不好意思 我刚才忘了说了 这第五题啊 是五分的 所以唐僧一组 五比四获胜 O.P.A. 哇 不愧是观音图打 过然公平公正啊 什么 还有五分题 对啊 天哪 那你还问前四个问题干什么呀 你们难道想质疑裁判不成 既然输了 还不快快给我退下 想不到竟然有这样明目张胆的黑哨行为 嗯 牛魔王 你是不是也想被压上个五百年 五星山下面好像刚好有个空间 算你狠 好牛不吃眼千贵 我们赏 多谢菩萨大救 我的金箍棒丢了 请菩萨指点 这是我刚好知道 悟空 你可知道这位姑娘是谁 菩萨知道我是谁 我怎么知道 而且我现在也不关心这个 你还是直接告诉我 我的金箍棒在哪里吧 你这猴子 永远都是这个急脾气 我告诉你 这位品香姑娘正是你要找的金箍棒啊 要不是悟空和八戒 昨夜勿将神药撒到他身上 只怕这段秘密 这件事情也该让你们知道了 什么嘛 这次又被观音给卖了 咦 门怎么开着 怎么回事 你是谁 我你都不认识了 之前还是我把那猴子丢了金箍棒的消息透露给你的呢 想不到你们这帮废物这么弱 啊 竟然敢瞧不起我们 管你是谁 对 大眼不惨 别人再说 既然如此 就拿你们三个开刀好了 什么呀 我开机 总知道这个家伙这么猜 我一个人出手就够了 我呀这么就死了 这情节是不是也太简单了 情况不妙 看我用芭蕉扇把它扇走 怎么会 兄弟们一起上 有名玄水 我知道你是谁了 你难道就是当年我们妖界的偶像 好称拥有万妖之体的毁灭星君 不愧是大力牛魔王 算你还有些见识 菩萨 那我相公现在在哪 他怎么样了 对呀菩萨 他相公呢 唉 说起来这件事情 全是由悟空你引起的 五百年前 怎么回事 难道三千年已经到了 流星雨啊 混沌灵猴 这时候乃女娲娘娘当年普天所用 五色神石孕育所生 将来会法力无边 但如果不加以引导 则将围惑人间 必须阻止她 轮回转身诀 修罗恶缠 不愧是混沌灵猴 看来只能用这招呢 天道悲鸣 天意啊 我算到今日石猴出世 你恐有此一劫 特来相助 但不想 还是迟了一步 能为苍生做点善事 乃我本分 你牺牲自己的元神 使出这招 如果一时三刻 没有灵体承载的话 会神行俱灭的 看来这猴子 与我佛有缘 我就以这石猴为载体 与她合二为一 在其灵魂深处 打下我伏的烙印 也不忘 我的一身修为 唯一舍不得我那娘子 菩萨如果见到我那娘子 替我交给她吧 我去也 只会 善哉 善哉 想不到悟空的金贝棒 竟然也有这般 儿女情长的故事呀 当然了 如果没有这些儿女情长 我怎么会从天鹏元帅 变成现在这个鬼样子 人家是儿女情长 你是色胆包天 不一样的 是你 是你害死了我的将公 我今天就要为我的相公报仇 品香 这一切都是天意 悟空也非有意而为之 悟空 现在你也知道了吧 你这头上的金箍 就是那芝味的遗物 你自己也已与芝味合为一体 你与金箍棒之所以如此有缘 皆为芝味品香 原本极为一对呀 可这 菩萨 这又能如何呢 难不成 我还要劝她变回金箍棒不成 这 只是那品香 若再变回成金箍棒 就永远不能恢复人身了呀 我不信 就算上天入地 我也要把我的相公救回来 品香 悟空啊 你没有了兵器怎么办呢 那就再到我叔叔的龙宫去一趟好了 那宝贝多 之前大师兄也是在那得到金箍棒的 龙宫啊 是不是真的 太刺激了 我还没去过呢 二师兄 走了 筷子娘子都走远了 不知道他有没有新浪微博 那样就不怕关注不到他的行踪了 你们说玉帝会不会吃西餐呢 问这个干什么 没准 俺这九尺钉耙 就是玉帝吃西餐的叉子娘子变的 走了 天忆啊 真的没有办法让我加相公复活了 我求求您了 哎呀 品香啊 我说过多少遍了 真的没有办法帮你呀 可是当年 你不是已经答应了 三千年后还我们自由身吗 这个这个这个 一切自有天数 宁相公他死得很彻底 仙体都已毁灭 而魂魄又已被孙悟空吸收铜化了 这就是大罗金仙长也没办法呀 当年孙悟空带着金箍棒 也就是你 大闹天宫时 我就知道了 楚来婚总是要还的 就算是我欠你们夫妇俩的 行吗 哼 我早知道你是个出尔反尔的小人 根本就不该来求你 这个这个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巷口你不会死的 我品香就算是上天如地 也要找到救活你的办法 你心在昨天 为何亲爱的你 却已能不猜 哪怕金黄泉 到海之天里 虽然天生 我也永不放弃 我相信 你一定会 自身千年半月底 只是你 已经开放了模样 我不用 让你更成绩 已退出我胜利 这次月底 还我来 运行 为什么 为什么天地要这么对待我们 为什么 我们的牺牲还不够吗 两千多年的等待还不够吗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 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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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空 悟空 慢点 维师要跟不上了 这里不是应该叫水晶宫吗 怎么变成海鲜城了 大声 老万 我 怎么门口连个迎宾小姐都没有 不 不知大唐高僧驾到 有失愿迎 当面恕罪 阿弥陀佛 你就是龙王啊 呦 看你这胡子 真的跟龙须面一样 什么 龙 龙须面 老万 我 哎呀 这不是我家三职 是啊 叔叔 我在这儿呢 孩子 这些年跟着高僧在一起改造的怎么样啊 嗯 基本上已经把我师父改造好了 把 把他改造了 老龙啊 你要废话到什么时候 我还有提示呢 哎 我记得原来书上说你们这里叫水晶宫呢 怎么改名叫海鲜城了呢 哎呀高僧有所不知啊 想当年哪吒闹海的时候啊 他一枪把我的水晶宫牌匾打碎 我为了不再想起那段伤心的回忆啊 我才把这里改了名 改名以后啊 果然有不少好处啊 国内外很多能人意识都慕名而来呀 呃 比如刚才传达士鲍鱼 还有看门的澳洲龙虾 做饭的北极卫 保洁员 皮皮虾 会计相拔旺 都是这几年新来的 越听越饿 闭嘴 大声 休要激动 老龙我 我来问你 你可知道品香是谁 啊 这事情你怎么知道的 网上说的可不做数啊 我跟你说 观仪菩萨都已经告诉我们了 原来你都知道了 我就知道瞒不住 哎呀 那小夫妻俩就这么天各一方 故事实在是有点太看人了 虎哥 我又想起那高老庄的媳妇了 大师兄 我也是新婚之夜被人家抢了老婆呀 你们都有故事 我连什么是爱情都不知道呢 能不回忆了吗 闭嘴 老龙我 现在我又要拜托你一件事情了 老龙 干什么 瞧你什么紧张干什么 安老孙想向你再借一件兵器 什么 还借呀 喂 老龙我 金箍棒是你借给我的 你好歹算是出品厂商 从你这里出的东西 三包还是要有的吧 你就不要为难老龙王了 你当时把金箍棒拿走的时候 既没有开发票 又没有购物小票 人家怎么能轻易承认呢 再说 你那金箍棒上既没有长纸 又无生产日期 还没有质量合格证明 这种三无产品的维权呢 是最难办的了 你们真的把我这里当超市了 那如意金箍棒 又不是什么家用电器 再说了 就算有三包 你拿着那金箍棒大闹天宫 都已经是五百年前的事了 有没有听说 谁家产品的三包 有五百年这么长呢 算了 我就好事做到底 跟我来吧 这外头都是摆设 这些才是兵器界的精品 厉害吧 这就是梦幻西游中都出现过的神兵力气 联礼双数 杀堂力一百 进攻力一百 穿透力一百 可谓双剑合并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夫妻其心 其力断金 绝对不比那落了单的金箍棒差 大圣啊 你当年拿走地海神针之后 我特意叫人仿制了一根 这也算得上是超A货了 嘿嘿 大圣 大圣啊 那如意金箍棒乃是神器 现在你要保护圣僧取经 想要再找一根一模一样的 恐怕 嘿嘿嘿 哎 人生苦短 儿女情长啊 你可要考虑仔细啊 我没想到猴哥 你竟然还有这种细腻的感情 俺老猪挺你 我也支持你 我不能让那品箱 失去自由 现在只不过是丢了一件 趁手的兵器 罢了 老龙 多谢多谢 就借用这根吧 我们也不打扰了 哎 等等我呀 老龙 再见了 好好改造啊 知道了 应该是在说我吧 悟空啊 你从龙宫里出来 就一直默不作声的 你在想什么呢 师父 猴哥肯定还是在想 那个筷子娘子呢 呆子 你再胡说八道 我知道 我知道 要被打到威地马拉吗 悟空啊 虽然你放弃了 继续使用金箍棒的权力 对于我来讲 大大降低了安全感 但是作为你的师父和朋友 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 我还是会力挺你的 也不知那品箱姑娘 现在如何了 嘘 嘘 嘘你个头啊 师父在这边说两句话 你就在一边嘘啊嘘啊的 实在还没有礼貌 你知道不知道 懒得理你 你们看 前面那个姑娘 好像就是品箱啊 阿弥陀佛 刚说的他就碰到了 黑一为师的乌鸦嘴 还真是很有水平啊 听说你不是被压在海底了吗 为什么网上都没有你越狱的消息呢 我的确被压了两千五百年 不过自从那只叫孙悟空的猴子拔出金箍棒后 我就从东海海底逃出来了 原来如此啊 听着 你们愿意留下来的就做我的小弟 跟着我吃香喝辣 否则的话 我都愿意为大王秀公 很好 请问大王有什么计划呢 斩草不出根 春风吹又生 我得先去看看我的老朋友 孙悟空 我等你半天了 我想问问我相公的事情 品香姑娘 其实我 阿弥陀佛 悟空啊 人家品香姑娘 邪你说话啰嗦呀 这事还是我来简单说一下吧 就从那一年说起 我正在庙里念经 忽然感觉背上有点痒痒 我刚要挠 你猜怎么着 哎呀 我因菩萨变成个老头来了 他让我去西天取经 闭嘴 阿弥陀佛 品香姑娘 你不要着急啊 我说重点的啊 为了救杀老三 悟空呢 就上天去借仙药 这天宫你可是了解的 那叫一个大呀 孙悟空 我问你 我相公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他真的像观音菩萨说的那样 被你童话吸收了吗 是的 但是我完全不记得你相公 可是他不是进入了你的身体吗 难道就什么都没有留下 你试试能否让他的意识复苏一下 哪怕只有一下也好啊 对不起 我是孙悟空 不是你相公 你的相公已经死了 不 只为不会死的 他没死 不要自欺欣人了 你相公他已经死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其实我只是想待在你身边 希望能够在你身上找到我相公的感觉而已 哪怕只是一点点 我知道你很难过 你作为金箍棒跟随了俺老孙五百年 也算是俺老孙的一番躁啊 既然现在你又变回了人形 平香姑娘 你还是走吧 走 我还能去哪儿 我和相公说好 要同生公子的 太感人了 高小姐那天要是跟我说这话 老主王还举什么机会 悟空啊 你怎么可以跟平香姑娘这么讲话呀 少侯哥 你也太狠了吧 师父 缺今任务重大 咱们可别耽误了路程 我们还是快走吧 沙老三 驾 平香姑娘 现在你能看出来了吧 他对你还不是最差的 少啰嗦 你 你们 那平香姑娘 我们就告辞了 孙悟空 你难道不想要金箍棒了吗 如果你现在不说的话 以后你就再也没有机会来求我了 你要是没有别的事 我们要赶路了 悟空啊 你何必这么绝情呢 师父 难道你要我让平香姑娘再变回金箍棒跟我们一起走吗 这又没什么不好啊 可是观音菩萨说过 他一旦变回金箍棒就永远变不回来了 他的相公隐隐我而死 我不能再这么自私不是吗 为了天地苍生 是为何平香他们不惜牺牲自我 他们比起那些满嘴冠冕堂皇的神仙们 不知要伟大多少倍 为了这个世界他们做的已经够多的了 阿弥陀佛 悟空啊 你的觉悟让为师感到很欣慰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 你没了金箍棒 越来越多愁善感了 压在下面的那种滋味 不是所有人都能体会的 更何况是三千年 猴哥肯定想起五星山了 平香姑娘已经失去了他的相公 不能再失去自由 何必要他去执行一个跟他毫无关系的任务呢 这一点让我想到了我们大将 他没有欠我孙悟空 也没有欠这个世界 而是这个世界欠他们夫妻俩太多了 没了金箍棒 这一点点牺牲 跟他们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可是你毕竟跟他相公也有一面之缘啊 他 侯哥 其实我觉得你没了金箍棒 还是很厉害的 我说你就别给他伤口上撒盐了 是啊八戒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万一来个妖怪什么的 你们还能保护得了我吗 师父 您别害怕 八戒 你这句话真是让为师觉得好温暖啊 师父 我是说万一来了妖怪 我们肯定先让他吃沙师弟 也许妖怪吃饱了 就不吃你了 阿弥陀佛 这倒也是一个办法 你们 以后在这猴子面前 我们还是不要再提品箱和金箍棒的事情了 谁 别鬼鬼祟祟的 给我出来 品箱 别来无恙啊 是你 你怎么在这儿 毁灭新军 当年要不是因为你 我与相公也不会弄成现在阴阳两格 我要杀了你 为我相公报仇 难道你不想知道你相公真正的死因吗 真正的死因 有话快说 你要是敢说一句假话 我立马批了你 你相公 支位 其实是被孙悟空故意害死的 你说什么 我说 那时刻到了 这段视频哪里来的 作为二人听为虚 眼见为实 这可是外国的真实探索频道通过卫星记录下来的 这重点 重点就是 这才是真相 其实当年你们夫妇被人下界并不完全是因为私下凡间 主要是顶撞了玉帝老儿 那个老家伙何等的小心眼 怎么可能不报复 你想想 你相公法力高强 如果不是被人陷害 怎么可能那么轻易的就被吸收 可观音他 你要知道 唐僧是如来指派的取经人 观音很明显 可他们是一伙的 那他们为什么要杀我相公呢 你们夫妻俩不服管束啊 他们早就看你们不顺眼了 否则上次对付我可以说是替天行道了吧 为什么要那么惩罚你们呢 为什么要将你们分开呢 这一切早就是他们算计好的 他们当然希望你一辈子就当根棍子 那 他们为什么要把我唤醒呢 我的姑奶奶 你以为是他们诚心唤醒你 那只是一个意外 你们为了天下做了那么多事 谁会感激你们 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谁伸出过哪怕一点点援手 可是 还有什么可是的 你还记得那些自私自利神仙的嘴脸吗 平香 你们的牺牲那么大 付出那么多 最后得到了什么 遗忘 唾弃 背叛 欺骗 你们的牺牲还有什么价值 牺牲有什么价值 要知道 妖怪也是有良心的 你要是敢骗我 我一样杀了你 我就不信 骗不了你 师父 看着猴哥魂不守舍 老住我心里怪难受的 悟空啊 今天不会再有妖怪来打我们了吧 猴哥 要是你手里还有那根金箍棒 就算再多来几个妖怪 咱们也不怕 可是 现在你 阿弥陀佛 我说八戒啊 你就不要总在你猴哥面前说什么金箍棒金箍棒的了 你不知道他现在为了这个金箍棒金箍棒的事情很不爽吗 你看我 什么时候说过金箍棒金箍棒了 这关键是工作态度 态度 你们给我站住 各位 这个老妖怪法力非同反响 弄得不好 我们吃不到糖增肉 还有可能被他吸收 没错 有人在我的微博上留言 像他这样的妖怪刚刚解禁 法力还没有恢复 现在不动手 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反正 谁让我吃糖增肉 我就跟着他 谁不让我吃糖增肉 我就灭了他 你们说吧 怎么弄下毒 用机关还是用图穷毕现的暗杀 可以让我弟弟去 好业好业 好 大家没有意见的话 我的意思是 你的意思是什么 大王 他们想要背后捅刀子 我检举 我揭发 瞧你弟弟的自杀 既然瞒不住了 隔几个拼命吧 就凭你们几个 还想分糖增肉 你们也配 我正好先吸了你们的功力 一起来吧 试魂 迷雾 原本就没指望这群崽子能帮什么忙 现在正好让我恢复了功力 快看 是品香姑娘 太好了 一定是想好要跟我们一起去西天吧 我们刚才说起你的 老猪第一个最想你 他打我 你要干什么 孙悟空 你们为什么要穿通观音来骗我 俺老孙为什么要骗你 阿弥陀佛 品香 你给我闭嘴 爹爹不就像个苍蝇一样 孙悟空 你为什么要害死我相公 我没有 还没有 你们保护好师父 我和品香姑娘解释清楚了就回来 孙悟空 你不要逃 喂 悟空 小心啊 不要欺负人家品香姑娘啊 不要忘记你是出家人 师父 现在我们怎么办 还是让我来告诉你们吧 嗯 呵呵呵 品香姑娘 你这是 是你杀了我相公 我要为他报仇 只为为了苍生 不惜牺牲小我 是安老孙所仰慕的人 我又怎么会害死他呢 牺牲 你也配说这个词 品香姑娘 你误会了 我最讨厌那些口口声声 说什么牺牲的人 我又杀了你 为我相公报仇 品香姑娘 你 请我说 别以为你不还手 我就会手下留情 我一样会杀了你 嗯 这是什么东东啊 哪来的 哈哈哈哈 我毁灭新军来也 唐僧 我要吃了你 哎呦 徒儿们啊 这一路上 我们遇到的妖怪 何之百千 为时总结了一个规律 这名号是越恶俗的妖怪啊 越不是什么厉害的角 这个什么新军的 一看就是小角色 等悟空回来了 一棍子下去 就呜呼挨哉了 你说什么 小角色 住口 以后我们师徒说话 你不要随便插嘴 有什么事 待会再说 你们 师父 你说的对 还是让我去帮大师兄吧 你也知道 大师兄对待女人 没有经验 嗯 去吧 顺便和他说一下 一定要对人家姑娘 有些礼貌 哎 哎 喂 悟空啊 品香姑娘 你们不要再打了 这里有个老妖怪 发掉了 你听我说 不好 尚师弟 小白 小心保护师父 不知道这老妖怪 跑哪儿去了 肯定就在附近 都是好东西 我倒要看看 你们哪个先死 师父 小心 啊 师父 这里是哪里啊 哎呦 好费哦 哎 原来长生不老 就是这个滋味 呆 老妖怪 吞了我师父 你哪里 这就是你所谓的实力吧 嗯 哎 哎 这还有点意思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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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愧是齐天大圣 可惜现在 我已吸收了金铲子转世的唐僧 哼 你也不过如此 如果我有金工棒在手的话 像你这样的妖怪 俺老师还不放在眼里 刚才只是热身运动 现在我们来好好玩吧吧 我说 反应还算可以 齐天大圣 也不过如此嘛 这妖怪竟然有这么强的实力 哈哈哈哈 啊 啊 托塔天王 天兵天将 大圣 玉帝听说你们遇到麻烦 特派我们前来助阵 太好了 大胆毁灭新军 胆敢危害人间 玉帝命我带领天兵天将 前来拿你 二郎 二郎真军 我命你为新风 得令 你就是二郎真军 害怕了吧 你有什么本事 尽管使出来吧 就怕你招架不住 那好 看招呼 你等等 玉皇大帝是我亲舅舅知道吗 什么 西海三公主是我老婆知道吗 哈哈哈哈 三圣母是我妹妹知道吗 哈哈哈哈 动画片《宝莲灯》里的我 可是特邀江文贝德银 知道吗 你是来打架 还是来抱户口的 哈哈哈哈 笑得太假了 你不要这样好 不会吧 你好歹也是和孙悟空齐名的人物啊 嗯 其实我当年根本打不过孙悟空 要不是太上老君背后是阴招 我哪里搞得定他呀 我笑啊 乃是显摆显摆我的大将风度而已 神经病 神而已 不经病的 好歹我也是神仙 给个面子好不好 不要打脸 你有话好好说 何必非得用武力解决问题呢 我告诉你 我用我第三只眼睛冻死你 拖塔天王 他打我 你看见没有 你们来看戏的 到底有没有人管了 四大金刚 赶 该你们上了 是 哈哈哈哈 完了完了完了 毁灭兴君 你快找个地方躲起来吧 这是四大金刚 你知不知道 我们天宫里面最厉害的 我要是你还早就跑了 我告诉你 别再装了 心里已经害怕了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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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马上要拿出自己的绝招了 完了完了完了 惠灭兴君 你等着吧 你等着吧 二老师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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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真是太给力了 就是来喊加油的 这就是你们天兵天将最厉害的招式了 我好怕哦 就怕你们撑不到明天 不不不 这里面恐怕有点误会 他们可能理解错了我的意思 那你就和他们解释去吧 不会吧 二老师当初打我的时候那么厉害 大圣 莫要惊慌 我还带来一万 文艺兵骨干 你不是有十万天兵天象吗 怎么只带来一万来 还是我一兵 军事经费紧张 玉帝下令裁军了 啊 少废话 看我天兵天将的厉害 不会吧 各位 不好意思 实在不好意思 现在我们天宫就只有这种实力了 我 我先走了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救兵吗 我倒要看看现在还有谁能挡得住我 回内心阵 俺老孙在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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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孙悟空 你认输了吗 嘿 绝不 嗯 哎 啊 啊 现在呢 齐天大圣 就算今天俺老孙要死在这里 我也绝不会向你这个魔头认输的 那我就先收拾了你再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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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住手 李昂一进火 我都忘了你还在上边 怎么 居然帮着这臭猴子 不为你相公报仇了 毁灭新军 你到底要干什么 哦 好好 哦 让我想想 啊 对了 这应该叫做离间之计吧 我都开始佩服起自己来了 哦 我居然相信你了 哈哈哈哈 你真是可爱 之前我的妖力尚未完全恢复 所以才利用你来拖住孙悟空 没想到 你们竟然让我能够这么顺利的将唐僧吸收 等我再吸收了你们以后 就是那如来又能奈我何 哈哈哈哈 两一进火 嘿 啊 嘿 你别忘了 还有我们呢 我们还为你留了一招华丽的超臂杀计 对 就是 车 车兵牛的那种 哦 师兄 是什么超臂杀计 不会说就不要说 没时间了 快 人肉大炮 嗯 这 放 又骗了我 不需要三级准备的发射的吗 啊 啊 啊 这点本事连吞你们的兴趣都没有了 你 你快带屏箱姑娘走 这里有俺老猪 八戒 你打不过他的 快走 不错 俺老猪平时是贪生怕死 可是现在师父已经被妖怪害了 你是我挪一的希望 如果连你也死了 我们谁去完成取经任务啊 你快带屏箱姑娘走 别管我 呆子 如果有空 就替我去看看高小姐 不自量力的成祸 既然你这么想死 我就先成全你 小白 大师兄 二师兄说的对 你不能死 你快去请如来佛祖 这里有我和二师兄 火烛之光 也敢与日月争辉 我跟你拼啊 上师弟 大师兄 对不起 俺老杀太没用了 平时如果多给我吃点饭 我一定能撞伤他的 不 你们都是我的好师弟 真是兄弟情深啊 不过也只是堂碧党居而已 哎呀呀 唐僧果然有文化 看来吸收了他以后 我的文化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好了 游戏该结束了 师兄 快点平衡扑的狗 孙狗 你这个缩头乌龟 你给我出来 品香姑娘 我 是我上了 上了她的当 我 我害死了你的师父 是我的错 别说这么多了 平香姑娘 那毁灭新军 已经吸收了百妖的法力 和我师父的不死精神 你上去也是白白牺牲 我来想办法拖住她 你快走 我会挡住她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她想要伤害你 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 你 金斗云 我的金斗云速度很快 你坐上她快跑 再见了 你这个卑鄙的老妖怪 哈哈哈哈 你也说我是妖了 让我放她走 让她再去搬救兵 看来你也很天真啊 难怪会被人骗得 压在了五星山下五百年 金斗云 走 毁灭新军 今天 俺老孙要和你同归于尽 今天 你们都得死在这里 魔焰风神斩 神武匡 你还不快走 不要去这边 按手按脚 你快跑 越远越好 哈哈哈哈 两千五百年 我等这一天 等了两千五百年了 你们谁都跑不了 孙悟空 你先来吧 孙悟空 哇 啊 啊 啊 像果 你果然没有离开我 虽然已经看不到你了 但是我在他的身上感受到了你的存在 既然你选择了他 那么你的选择 就是我的选择 我来了 像果 不好 金箍棒 这个婆娘竟然为了这个猴子 牺牲自己又变回了金箍棒 为什么 为什么 让我来告诉你 其实七天大圣并不是只安老孙一个人 我与金箍棒又在一起了 现在的我们才是真正的七天大圣 待 只安老孙一棒 大圣爷爷 求你 求你别打了 您大人有大量 放过我吧 我保证以后重新作妖 一定归异我佛 不再作恶 哼 你以为我会信你吗 我一定敢 一定敢 那是什么 掌 掌 掌 这是为了我师父打的 这是为了八戒和杀神力打的 这棒是为了小白打的 这是为了二郎神那个不靠谱的神仙打的 这是为了那些给我叫不出名字的天兵天将打的 这是为了只为和品相打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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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打 哎呦呦呦呦呦呦 弄得我一身都是未酸 阿弥陀佛 真是恶心哦 师父 原来您没死啊 这回又不能分行李咯 二师兄你 师父 这里是哪啊 老公 我们好像没死 是毁灭星君 扁他 是毁灭星君 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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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找我 别跑 别跑 站住 站住 这次可多亏了兄弟你啊 要不然我们妖界可就全军覆没了 这回算我们欠你一个人情 不用 其实我也不是为了你们 不用说那么多了 回头我会跟所有的妖怪们说 以后一路上凡是碰见你们 绝对不会真找你们麻烦 我们不真刀真枪 你也别出手太狠 假装糊弄两下以后 你到天上随便搬个救兵 我们就投降 走了 悟空 那老牛跑了 你怎么不去追了 以后路上有的是机会碰见他们 何必赶尽杀绝呢 再说了 没有了他们 我们哪来的九九八十一难呢 嗯 说的也是 施主莫经 平僧从东土大唐而来 前往西天取经普渡众生 望施主能行个方便 送我们过海 哦 这样啊 敢问你们一共几个人呢 六个 嗯 看时光匆匆滑落 指尖两无影踪 用单风轻千年一场云烟 光吹摇你的模样 秋色露的鲜艳 也填不了的色彩 问那谁色奈何桥 断肚子悲伤的落泪 让剑只剩花个鸟 划作向前的吹角 让地上停下脚 不可以看你多一秒 如果长夜不幸一年 谁会在乎一天的笑 转身的重量指引 不能说不要 记起了你的模样 记不清的惆怅 和你一轮软火的汤和酒 举手更多想 谁叫彩虹跳舞 听着不尽音场 当中诉说的